第五節 這一節我們又要去包裝一下中國科技的發言 上去的時候帶了土壤回來 初步說有驚人發現 其實月體應該就越驚人 就是說由那個六號帶出來月球背面的樣本 就找到有水份子在那裡 我就會說其實有數成水份子的元素就不奇怪的 一些以往遙遠的發現 也都是找過一些證據 跟這次中國的發現吻合 譬如我們試過找一些衛星在月亮的表面那裡掃一掃 我們找到很多跟氫和氧有班的信號 而且那些信號是大家在一起的 就是重疊的 就不是分開了 所以大家就比較相信 那裡應該也有很多氫和氧是黏在一起的 就是說很可能有水 但是你有沒有試過在上面真的可以從那裡篩到一滴水出來 或者發現過真的有一個叫H2O的成分出來呢? 那可以說這次中國就給了一個很確切的答案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由那個常俄六號 他帶了土壤回來發現裡面有水這件事呢 也都是很值得天文學界的關注 嗯 那它有的水是否等於是跟地球的水一樣呢? 這個就很有趣了 就要問得對 我們呢 你想到如果地球上的水 你就看到海洋裡面的水啊 河裡面的水啊 井裡面的水啊 是不是? 那裡面基本上就是由這個H2O組合而成的一些東西 那冷的地方就是固態啦 熱了上去 蒸了上去就是水蒸氣啦 一般的時候在那些江河那些就是液體啦 我們就 即是我們 如果告訴你水有其他不同的形式存在 那你 你就會想到一些純粹由這個H2O組成的各種形態而已 但是其實呢 就算是地球的地質也好 你 由我們的化學認識也知道的 有一些就算結了一塊塊的這些這樣的蒸石呢 其實裡面也都是有權去索到一些的水份在裡面 令到整個化學結構就複雜了很多 那這些水份呢 就以一種化學的形式就鎖了在 變成一個 由一個原本是 就是小一點的分子 就變成一個被一堆水份子包圍著一個大塊一點的一個的分子 那所以呢 水存在的形式呢 其實就可以很多種 那如果在上面找到水了 而且是月球的背面 那這個發現有什麼含意呢 那這裡等 要逐一慢慢去解和介紹先啦 那這次呢 常俄6號去拿回來的月球土樣那個樣本呢 他呢 原來拿的那個位度呢 都叫做一個幾倍的下的 他就說呢 就是一個43.1度的位度 就是你可以想像 我當它是南半球啦 OK 這個月亮的南半球43度 就是由它中間的那個尺度 到南極中間去到一半的位置那裡 都幾南半球下的啦 幾倍的下的啦 那在那裡拿到那個石頭樣本裡面呢 他原來就不是直接在那裡蒸了一些水出來 而是去裡面找一些已經結了蒸的蒸石 那種蒸石呢 是由什麼組成的呢 主要的骨幹成份呢 就是一些叫做 magnicium chloride 綠化尾的一種這樣的母基的鹽 但是呢 基本上去讀到一些高中的化學呢 我們會知道的 有時候這些這樣的金屬鹽的元素呢 你是有權會貼到一些其他的混合物上去的 譬如你可以貼到阿摩尼亞上去 它可以吸引著那個阿摩尼亞上面的特定的一對的電子 就令到呢 它可以呢 零零射射就比較緊密地扣在那裡 你要在上面把那顆阿摩尼亞拔出來呢 就難一些的 而同樣的可能性呢 就是你可以呢 扣一些 砌一些水份在上面 因為水份子它的特性就是呢 它外面都有一些呢 獨立的電子隊在那裡 就有權和其他的 就是化學份子呢 就叫做 不強不弱地就黏在一起 那麼今次呢 就是一個呢 原本是綠化尾的這種鹽呢 就黏上了 外面再黏上了 一個阿摩尼亞份子和六顆水份子在那裡 就令它成為一個很巨型的化學結構 然後還結成了一個晶石出來 結出來的那個晶石呢 一條頭髮絲這麼幼的 就是從那種透明的晶石 從那裡做一看 發現原來裡面呢 是鎖了一些H2O的水份子在裡面 就是那種狀態很有趣的 這顆東西呢 你摸上去呢 乾身的 因為它那個水份子直接索了進去 那個鹽的成份 整顆鎖了在那裡 是化學層面地把這個水份子鎖在那裡 你有沒有辦法把它煲出來呢 那應該是有一些的手段是可以把它 叫做鎖出來 令到那個鹽呢 就是沒有那麼多水在那裡 但是那些水份子就自由了出來 那麼所以今次呢 是發現一種 由水份子結下去的這種晶石呢 是之前從來沒有人發現過 原來月球上面的水是可以用一種 一種這樣的形式存在的 所以這次的發現就是這樣 也都是因為這些水是鎖在化學層面 大家是那時候一直沒有想像過 竟然可以在這個位置那裡找到水份子 那為什麼有些位置找到 有些位置找不到呢 那這個不難理解的 月亮的背脊雖然是背脊得住地球 但是在初一的時候呢 這個月亮的背脊呢 其實就被太陽曬到興下了 那我們就看到那個太陽照不到那邊 所以初一看到那個月亮就基本上沒有什麼月亮 就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月亮的背脊就被曬到洞了 那尤其是在月亮的那個尺度位置就曬得最硬 所以那裡來講呢 有什麼水份子蒸發了 那所以呢 比較有希望呢 就去到兩極的地方 太陽去沒有那麼直射 是斜射上去的地方 就比較大機會在那裡找到一些水份子在那裡 計算那條數的話呢 如果你的位置是去到不是零度 零度的尺度 你去到四十幾度的時候 都還是太熱了 大家都還會覺得那裡 是比太陽照射得太過猛烈的地方 就不會找到水 但是這次呢 就是上俄六號在這個位置那裡 找到一個會含有水份子的精石結構在那裡 那就是另外一個令我們覺得猜疑的地方 原來這些水份它能夠躲過 就這樣被蒸發走了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它和其他的 無機的發酵物 結合了成為一種精石的結構 那這個就是給我們這次其他的地球 就是在地球上面的行星科學家 就一個覺得學到東西的地方了 那就是說呢 其實在月球上面不是找到水塘的 在裡面有一些石 或者有一些物質裡面 就困住了一些水的元素 含有豐富的水份 如果去計算 原來含有的水份含到的程度 因為它鎖了六顆水份子 在那一個份子那裡 就是說可以計算出來 就是41%水 就是這個份子裡面基本上 41%是水份 然後看到這種礦物精石那種 原來含有水份豐富了 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些水可不可以拿來用呢 那照計算是可以的 就是你需要把它從那裡解出來 那這裡又溫了一些那些 初中的科學知識 不知道台長你有沒有試過都玩過呢 有種要有些買那些試紙 儀器行會買那些試紙呢 試一些東西有多酸有多簡 還有有沒有水份在那裡呢 其中有種測試水份那種試紙 考試你的記性還記不記得一個名字 Litmus test嘛 Litmus就是測酸的嘛 酸假毒 但是如果測水就有一種叫做 綠化股市紙 Cobox chloride paper 在正常時間呢 它就是 希望我還記一下 就是正常的 乾燥的時間它就藍色 但是如果你給它碰到水 它就變成粉紅色 其實它出現的情況 就是跟這裡所說的 就是好像了 綠化股 就是又是一種無機化合物 一種重金屬鹽 OK 它就可以有能力 因為它的化學結構關係 它的外圍電子那裡 就有能力去 將一些水 吸進它這個份子裡面 就是說呢 基本上它可以做到的就是 最後將柿子是乾身的 摸上去乾身的 但是它的水份被那些 綠化股吸進去的時候 令到那個綠化股 就變了顏色 就會由這個藍色變成粉紅色 那如果你能夠 可以將它 甚至有時候簡單的 將它加熱 煲熱了 就可以將這些 鎖在綠化股裡面的水份子 煲走了 就變成粉紅色 那這個呢 有一點像那些防潮株的原理 有時候你看到那些乾燥劑呢 你去普通那些這樣的家用品舖 很便宜你都買到的 它乾的時候是一個顏色 索了水的時候呢 又變了另外一個顏色 那其實這個也是乾燥劑 就是防潮株的其中一種原理來的 但是我們怎麼解釋那些水怎麼來的 在原來的 你可以這麼說 它不能自己無端的生成 其中一個最大的可能性就是 它誕生的時候就已經有在那裡 它不用外面的東西加入來 它誕生的時候都在那裡 那等於地球 你可以問一下地球的水是怎麼來的 有人就說 嘩 如果你不是那麼多的話 我都可以相信是自己生成的時候就來的 但是地球的水多得這樣的時候 它會不會是外面有一個很多水分 整個水塘這樣的瑞星撞了下來 然後吸了它令它多了水呢 那有人就不喜歡這種說法的 就說不是的 它應該有些機制可以自己困住那些水 就有很多水在那裡 那就是一個比較容易一些的理解方法 就是它形成的時候就已經有 就是地球自己初形成的時候 就已經有很多的水分子在那裡了 那只不過它熱的時候 它就蒸了上去變成為 就是它那個大氣裡面的水氣 到了它冷卻下雨 然後又會下來 就幫手呢 就幫地面去降溫這樣 那我們現在都考究到呢 地球上面的雨水呢 很早就有了 我們甚至乎有一集討論過 我們在地質學上面找到一個 地球上第一滴雨 就是能夠考證到最早的一滴雨的其中一個 就是那個叫地質證據在那裡 我們有討論到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也知道的 月亮形成其中一個 我們暫時幾主流相信的學說就是說 有一顆好像外來的東西 撞了上去原子地球那裡 因為那個衝擊力太大 撞完之後有一顆東西 就回不了去地面那裡 就簡直就變成一個圍繞著地球傳記 另外一顆東西 那就是我們理解的月亮 這個月亮就跟地球上面 表面那一層比較輕的物質好似的 它就會把很多這樣的物質 帶了上去 所以你看到那些 Silicon這些元素在月亮上非常之多 所以就是這個這樣的過程之中 說不定將一些原本存在在地球表面上的水氣 都帶了上去變成月亮那裡 那最後遇上這些這樣的水分子 其中一個就是可以給一些無機礦物鹽 去鎖在那裡 然後外面的熱力不夠熱的時候 它就沒有放出來 那這個就是可以看到就是 月亮上面鎖不鎖到水呢 當然也要看那些水會不會已經鎖到地深裡 就沒有那麼容易被太陽的熱力蒸走了 又或者就像這次常鵝六號的發現那樣 原來它是由一個無機的蒸石結構那裡鎖進去 那又是原來另一個可能性 原來這些如果真的很多時候 我們就發覺原來可能在月球表面上面 有更加多可以給我們掘到水的可能性 那這個如果發現了水或者我們再研究它呢 都可不可以幫我們去理解月球產生的過程呢 我想不止了 就是它月球產生的過程就是 可能原來它是伴隨著地球產生的時候 有這麼多水的了 OK? 我們就看到月球表面和地球表面那種元素相似之處 越來越多 如果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們就更加有理由相信它們原本是來自同一堆東西的 另外有一個可能意想不到的好處就是 如果我們真的要建立月球基地的時候 我們是除了真的在上面掘個井 希望蒸些水出來 會不會原來是透過去採集一些礦石呢 一些帶水的礦石 從那裡去開採一些水出來呢 那這個就變成了另外一種很有趣的可能性 但是這個也是一個科幻小說的題材來的 在月球上面 不過似乎科幻小說在我們這個年代 是很快成為真事的了 我們看看未來的五年之內 那個人類在探索月球 或者在月球上面建立基地的速度有多快 我們今天完成了五節的科學生之後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